接下来创建内部的逆柱的部分 选用圆柱体 修改它的半径 修改它的长度的参数 这个方向做一下旋转 然后 将它旋转复制 这个方向做一下旋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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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来选择其中的一个旋转器 将它的旋转复制一分 接下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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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来选中其中的一根绿珠,将它旋转复制一番,按住视频时间,旋转,旋转40度,选择复制的方式。 然后在警示图,将它与下面的柱子重合。 将它的长度做一下修改。 修改它的半截。 然后在警示图上面将它复制。 然后在警示图上面的柱子重合。 将平台下面的柱子全部选出以后,向上复制在各个平台下面。 将它复制的柱子重合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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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时 military technology重合。 从 diputada地重合。 将它复制的柱子重合。 将它复制的柱子重合。 配antes derived name, 接下来对它的轴位做一下调整,然后与圆对齐 然后将这个圆柱旋转复制 修改它的高度 打得很漂亮 打不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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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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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